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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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有德性,培养我们的心德,讲话要有口德,做事情要有身德,如果每天都是兴风力德,内有内德,外有外德,当然是表态好,当然了,就是感化很多人,你会感化很多人,有德性, 然后使人呢,使我们被感化的人,让他们内心非常的喜悦,而且拿春心静意来补充,这就是以德化人的这种充公的地方,以身做这种,滋容根本不,但我们修道奔道,一定要以身做这种,并不说用嘴讲的,用支配的,这都不是究竟, 一定要以身做这种,叫人家做什么工作,我们叫带动去做,就叫以身做这种,以身做这种的话,你就是给道奔,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榜样,正如这样子呢,你是越办越多,越办的事情越多,那你相关的道路越灿越广,不但这样子,你以身做这种, 正如这样子,做下去,你的知业很冒正,可是这个根呢,越来越稳定,根要是扎纹了,稳住之容了,这个根是最重要,一个根的根本,就是要有独立性,而且不管什么事,要以身做这种, 以信处事者,称动量稳住,当然,老师又教导我们,一个人要有诚信,不管是对人对事,要有称心敬意,而且要有信用, 说的道,我们一定要做的道,言行相顾,以这点诚信,诚信,信用,来处事,来对待人的话,那你可以怎么样,可以在道场上称为一个宗族砥柱,可以抵挡,可以抵挡一切,可以相复一切,可以办一些事情,可以称上旨下,这个宗族砥柱,